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9日,先纽证一下错误 有朋友说,之前那个湖的名字叫波阳湖,不是沈阳,沈阳是在北边的,是波阳湖 另外,雄方之力的主角叫做傅元慧,不是傅明轩,不过我想那些人懂傅明慧多于傅元慧 今天讲的就是这个额效选举,那些人就未证实,但已经在这里热议了 那为什么未证实就在这里热议呢?当然就是大有可能,有些传闻嘛 那为什么大有可能呢?就是他现在选的话输硬的嘛,为什么输硬? 首先你楼上面那些人走过来又要隔离,又要整回去又要隔离 那变了你那个,我说那帮人的那个选举成本大增先啦 你要包人十四日伙食喔,那那帮人量数数啦,沽寒啦 那所以如果你一定要选的时候各样呢,他们又不想给那么多钱咯 就这么简单,那你快快手手啊,搞定了整个市面的秩序 open 了些商铺各样,好像台湾那样,那不是挺好 那但是呢,无端端啊,船王啊,船王啊,就是不要叫船王啦,叫船王呢 他真的非常之損害香港的民众利益啊 船王,那船王呢就将这个那些船员呢,的入境条件就豁免 啊,搞到他们呢,不用检疫,大无私让,到处走 哇,你真是行船都可以生活这么多姿多彩,是吧? 那但是如果大家记得我之前说过呢,我就说那个香港自治法啦,其实对于这个船运方面呢,很大影响的哦 为什么很大影响呢?因为本身它是贸易方面呢,那些船公司是有很多benefit在里面的 那所以这样东西来说呢,对他们是很大伤害的,那结果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啦 那他们现在的budget就一定是紧了很多的了,那和那些船员来说呢,那你就要想回了哦 他们的待遇,啊,可能又差了一点的了哦,那差了一点,你又要留住那些人的时候,可以怎样啊? 如果他们可以拥有少少特权,又或者是,就是那些叫什么? Fringe Benefit啦,你给一些介外利益他,那他先肯留下的嘛,对不对? 你cut budget 都不可以cut到这样的嘛,就是你和人聊的时候,你都要说,那这里呢,我们就,可能少500元工资 但是呢,你有得上岸玩一下哦,各样那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那但是,你船公司想要cut budget各样的时候啊,啊,左省右省,左度又度,那就要这样的啦 那但是变了呢,你有搞个大头发出来,此其一 其二就是说呢,喂,你拉成一条线的时候啊,就好像整个故事串得通的哦 哈?你又临近9月,那然后呢,就走来搞这样的东西,然后呢,不如我敢问你啦,如果美国啊,哼,就是特朗普啊,他将选举压后一年会有什么事出现? 我又想问一下哦,真是,哎呀,那个病态严重了,我们压后一年啦 那我相信呢,不单止美国的人民不同意啦,是吧? 中国当局都不会同意啦,但是他不同意人做而已哦,他自己就可能做给你看,是吧? 那当然啦,美经证实,啊,传闻就说,啊,有些人放风啦,就是例如曾玉成,他就说呢,最好就是怎么样?压后一年这样说哦 那其实呢,啊,香港自治法就不知道包不包那些放风的人士,放风算不算是协助的一种呢? 因为他在这里试水温嘛,就是我想大家都很想看一下这个,真玉成啊,啊,如果他要重新帮衬回昆仑银行的时候啊,是多么爱国的一件事是吧? 就是或者他带着八个袋做八代长老,拿着银纸周街走,那就真精彩啦 还有啊,你没有了引渡条例的了哦,那结果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啦,就是外国那些洋人啊,如果在香港的时候,哇,可能是汪洋大盗来的哦 那到时见到他有八代长老哦,那么多钱哦,那第一样东西当然就是搶去那八个袋先啦,第二样东西当然就是,打听一下他家里在哪里吧,人家那些很专业的嘛 那所以要注意保安啊,啊,郑玉成先生,所以知道啊,就是那帮人整天都说的啦,我爱国都不是生活那么美满的而已,就是那个失业率都高企,啊,那就可能很多的那些治安不正的事件出现的嘛 那选举会不会压后一年呢?其实他会不会,我都不担心,你不压后的话呢,你就输眼,那你说不是,他DQ了就可以了,哎,就是今时今日,我想那些人啊,都会看人头投票的啦,你DQ了多少个呢? 还有你DQ了,就第二批上的啦嘛,基本上只要是非建制的,那些人都会投的啦,不是那个狗品芝麻官炮子头雷炮啊? 炮子头,你切住双手,厉害而已嘛,你试一下不用双手啊! 好,啊,接着,其中一个就被人搞定了啦,那接着炮子头,你切住双手双脚厉害而已嘛,你试一下手脚都不用啊! 好,啊,那又搞定了一个,就是莫讲话啊,你找那些妖魔鬼怪走过来去做DQ啦,那些真是丑样到你不相信啦! 那你DQ完,又不是第二批上,结果你都是选输的,结果都是左头左勢的,所以不排除他抱全这个梟恨之心,就打算借疫为命,然后呢,就推迟至少两个月啦! 等这个特朗普大选之后啊,即11月之后才再算啦,又或者给个buffer自己,一年会不会呢?我觉得一年又太多! 那你真的宣布什么呀?我觉得这件事搞笑啊!你推迟整个选举一年的时候啊,你就跟人说,你一年内都不会搞定,喂,吃事啊,那些多谢你啊! 那所以一年会不会离谱了一些啊?最多半年,是吧? 那只能够说就是,上又不行,下又不行啦!即是如果上的话呢,上面就已经有人在等你啦! 然后下的时候呢,大堂又有人在等你啦!那记得回云夜嘛,是吧?抱着蛇仔鸣! 那接着老sir说什么?我不想不下PK! 那但是呢,蛇仔鸣提供的方案,这次未必OK啊! 那不是,蛇仔鸣是放蛇那些,这个是杜友明! 那杜友明呢,就跟他说,要按中间啦! 那但是这次是没得按中间的啊!你被人选的时候啊,你又输硬! 你不被人选的时候呢,你要承担回不被人选的后果,就是这个意思啦! 那你很明显知道的,因为呢,很多人,其实一直来说呢,可能想安定啊,各样啊! 那于是乎,他都是会投建制的,有些浅男的! 那但是今时今日啦,喂,大佬,我投你都是想着找餐饭吃而已! 现在你赶着我咯,没饭吃喔! 所以就说,林郑月娥很明显是和麦美娟过不去的啊! 今次还不是拆他票仓! 经常说支持你们就有蛇仔鸣种! 现在我就手肿脚肿! 那就即管看看他会做什么咯! 正所谓人要脸树要皮! 哇,现在又不是人,又不是树咯! 能够不顾情面去做这些事情啊! 无怪乎他自己在报告里面,整天在那些什么831报告啊! 不知道说白皮书啊!人大啊! 不记得啦!总之他整天在那些不知道什么地方啊! 张晓明那些在说什么啊! 我们都是被逼的! 好难搞啊! 即是如果是一些家庭案件你就知道啦! 当一个人有被迫害妄想症的时候啊! 你就只能够叫他吃药的而已! 但是目前来讲呢,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衣食服药啊! 那你能够叫他吃什么药呢? 啊!还有啊!他们会不会DQ了一个医生啊! 你竟然说我有病啊! 你不要说笑啊! 真的有这些案子发生啊! 不是跟你说笑啊! 是有病人是会DQ医生的! 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有病啊! 你说他有病,你在这里污蔑他啊! 一个两蓝色来的! 不是以前最佳拍档那时候啊! 就有人问咯! 接着是屈服的嘛! 我不记得不是最佳拍档啊! 还是成龙那些故事啊! 总之最后是就范的! 那首先就是呢,绑住他然后送去精神病院 那跟着他就说,我不是痴线啊! 那跟着呢,那医生就说了喔! 每一个痴线的人,是会说自己痴线的! 那跟着,他想了几秒,然后就说我是痴线的! 我是痴线的! 你看下,这个人自认自己痴线的! 啊!都痴得好迷糊! 啊!送他上去啦! 那结果呢,模糊的记忆来的而已啊! 那个人就说了,哎!我肯做了!我肯做了! 哦!原来不是痴不痴线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符合他的政治目的的问题! 那于是他肯做了喔! 那就是放了他咯! 所以那个其实不是医生来的! 那个是幹部来的! 都是有政治目的! 都是要做一些事情! 不是那里啊! 那个医疗那里! 哼!有人方称医疗人手充足! 啊!还有误灭那些大陆的医护人员不懂英文! 这些都是饱含政治目的! 现在呢,国家就一定要帮你! 而且呢,是特区的! 啊!要求国家帮忙! 哇!我真是顶你个肺啊! 哼!所谓的特区! 其实只不过是林郑月娥而已嘛! 林郑月娥一人华事! 你问下人好喔! 试下公投看一下! 啊!会不会要你帮忙好喔! 实请啊! 哇!宁愿真的爆到周围都是啊! 都拜托你快点隔扯啊! 不要在这里又捉稿弯又成啊! 没人要你帮的! 拜托你啊! 你想下! 你自己家里无端端有队人! 然后在那里帮你帮你! 然后爆进你家里! 哇!真的帮你帮你! 还难听过粗口啊! 不是那时是豺狼与小红武而已嘛! 敲门那时! 快点放我进来啦! 我有点生果要给你吃啊! 我不要生果啊! 所以那时又是咯! 我常常收到那些电话呢! 其实我很多时候不听的! 但是如果收到一些电话 他在那里说什么啊! 哎!先生! 我有个优惠啊! 可以和你做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和他说什么啊! 通常有些人就很坏的! 在那里玩他们的! 但是我觉得哎! 就是没什么优惠! 别人打份工而已嘛! 此其一! 其二就是你玩他! 你浪费时间的嘛! 所以我通常做的就是呢! 不要优惠! 接着就吸线的了! 哪有这么大只甲垃随街跳啊! 他给你一元他就想拿回十元的啦!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优惠! 麻烦你走啊! 贪小便宜那些性格 只会累到人鸡毛鸭血的! 那有些人就说 如果他真的退遲一年各样的时候啊! 就一定是更加丑怪的! 而更加丑怪的时候呢! 他自己主观愿望当然就是 喂! 由于! 那个病那么严重! 那我都要推迟的啊! 没办法的啊! 这些! 那当然人家是! 你就照做咯! 又不是不知道你弄惹! 那所以谋略的最高境界啊! 你答yes和no! 你都要踩到桶子里! 如果你不推迟! 你又输硬! 如果你推迟! 你又更麻烦! 那两害权取其轻的时候啊! 那他就...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决策的啊! 是不是习非彪啊! 推迟! 不推迟! 拿着个飞标跟着扔! 是吧! 礼賓虎啊! 不是常常做这些东西的啊! 那但是他手气都挺不好下啊! 好像常常都... 宣众一些错误的option! 那你没得怪他啊! 为什么啊! 站在他的立场, 他就只会看回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公众的利益! 和国家的利益! 那但是他口上面来说呢! 一定是会说为公众的利益! 和为国家的利益! 那而国家听上去都很对版的! 有时! 那问题就是呢! 每次听他都买获金! 你还重用他的时候啊! 就抵抵你买获金咯! 对不对啊! 但是又很难的! 因为啊! 你不听他说的时候! 你都是很大事的! 你想回上年! 即是11月的时候! 王志民! 啊! 那已经是这样的光景了! 那立法会选举你说会是什么光景了! 再加上啊! 他的人! 啊! 未能够如冠而入的时候! 起码都要一年给他做手脚啦! 对不对啊! 你封牌嘛! 那么多样东西加在一起! 他们当然是有一个动机! 他借着这些船员呢! 虽然我不知道啦! 就是可能是! 刚好得那么巧! 风针撞子扰! 啊! 不是! 是飞机撞子扰! 哪有这么巧啊! 什么这么巧啊! 当然玩初戀吗! 那所以他是有动机! 啊! 他借着这个! 跟着就说推迟选举! 其实大家都在怀疑他会这样做啦! 对不对啊! 啊! 跟着又有风声就说去提请! 又延迟! 又这样那样! 啊! 啊! 那些媒体又发声! 似乎都是啦! 是啦! 那样! 那我不是很喜欢在那里鼓鼓鼓下各样的! 只能够说是和不是! 其实不是很大影响的! 对结果来说呢! 不大分别! 那当然啦! 你都还要量度! 如果去推迟一年的时候! 那你那些BNO那些就走鬼了! 喂! 虽然知道啊! BNO都有一些Blue Ribbon在里面的! 那当然啦! 啊! 又真的啊! 如果推迟一年! 你那些BNO又走鬼了! 那样的时候! 喂! 你立法会选举就赢了! 喂! 但是你又要想啊! 你BNO被不被人走先! 你放人走! 那些人就走鬼了! 你不放人走! 就更大! 那你是放人走好! 还是不放人走好呢? 那这些不到我们来想啦! 他想啦! 啊! 祝他好运烈! 你就任他做啦!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了! 直接aga! coy唱! 你都不相�ę! 抱歉! 你愿上头鄉! 放下你了! 坑娘! 哥哥! 豆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